2024年9月4号又到了咱们依法爱国的时间 先说一个好消息啊 是昨天伊朗武装部队的参谋总长叫巴盖里表示 伊朗不会忘记哈马斯前领导人哈尼亚遭暗杀的事件 伊朗和其他抵抗力量势必会就此进行回应 同时他又强调某些国家和媒体 不要再绑架我们报复以色列 也不要再催促我们报复以色列 哈马斯兄弟和加沙人民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我们不是棋子你们也做不了棋手 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做 伊朗人民不会落入敌人的游戏和挑衅的陷阱之中 伊朗在任何时间都会自己决定如何展开这个回应 其他的抵抗力量也将会独立的行动 这个讲话或者这个回应 大家都听出来什么意思了吧 反正你们别着急 我说了报复肯定报复 你也别催那些嘲讽伊朗的媒体 你们怎么不报复啊 我都看穿了你们的心思 你们就是在道德绑架我们 还有那些国际组织政客 催促伊朗报复以色列 我也看穿了 这就是你们的挑衅和陷阱 我不会落入你们的圈套的 所以以色列可以稍微的放松一点警惕了 或者说八月份中国和俄罗斯 连续往德黑兰送那几大飞机的军用物资 现在看来也就是几大飞机的军用物资 是吧 伊朗根本就没有上钩 看到了吧 我们不是棋子 你们也做不了棋手 我们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那所以从这句话你就知道 这位伊朗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 巴盖里 所谓的某些国家到底是哪个国家 或者哪两个国家了 是吧 还有一个是 最近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又找到了六具啊 被哈马斯恐怖分子绑架的人质尸体 那么 昨天 9月3号 美国的总统拜登就此召开了一个会议 首先对被杀害的人质表示了哀悼 之后又谴责了哈马斯的残暴 之后又强调了美方 要带每一位人质回家的态度和立场 最后的最后 拜登又指出了人质被杀害的原因 就是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在救 释放被哈马斯扣押在加沙地带的以色列人质 达成协议的方面 做的不够 人质被杀害的原因 竟然能怪到以色列头上 哈马斯跑到以色列境内杀人 放火 强奸 轮奸 之后又绑了好几百人 那么以色列方面应该怎么样 完全听从哈马斯的安排 要放哪个恐怖分子就都给放出来 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 是吧 这种情况就像恐怖分子绑架了一个人质 然后警察开枪把恐怖分子打死的同时 人质被恐怖分子伤害了 全社会应该谴责警察 警察就不应该开枪 就不应该去执法 就应该和犯罪分子妥协 我是真不理解拜登这老头到底在想什么 昨天还有一个消息 谁其实也不是昨天吧 自从8月6日乌克兰反攻俄罗斯本土之后 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几乎每天都会至少发一篇博文 发一个讲话 而且讲话的内容几乎都是一致的 呼吁美国解除乌克兰的武器限制 前前后后一个月了 拜登那儿呢 美国方面呢 除了拖着就是拖着 了不起了 像前几天啊 拜登还喊了个口号 乌克兰人民的抗争精神不会被击垮 对老王说了 按你这个逻辑来 按照现在美国政府的玩法 乌克兰人民的抗争精神就是被你们拖垮的 昨天拜登就解除乌克兰武器限制的问题 又发表了一点言论 应该是个人的主观的看法 为避免局势的进一步升级 目前解除乌克兰武器限制还不现实 还没到时候 等着吧 等到什么时候 乌克兰被俄罗斯炸成一片废墟 乌克兰人打胜最后一个 然后呢 就战争结束了 对那个时候战争肯定就结束了 是吧 更何况现在俄乌双方的战争 打成了打成了双方都不防御的程度 现在看整个战局 就是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领土上 狂轰滥炸 乌克兰方面呢 在俄罗斯的领土上狂轰滥炸 都把俄罗斯周边的炼油厂 油库甚至加油站都快炸没了 俄罗斯都出现能源危机了 能源大国都被乌克兰打出了能源危机了 所有的航空线路 铁路线路 乃至公路线路 基本上能炸到的地方 也都被乌克兰给炸的差不灵了 我看有博主在那聊 说这样打下去 这种消耗战 乌克兰是消耗不起的 是不划算的 其实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想一想 乌克兰没有国际的武器 没有美式的装备 没有远程的导弹 还能够把俄罗斯打成这样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天上有400多颗卫星帮乌克兰盯着 所以呢 乌克兰的小型的无人机 小型的导弹 小型的炮弹就可以在俄罗斯的上空畅行无阻 俄罗斯的防空系统S400形同虚射 是吧 那么乌克兰方面呢 有国际援助的各种防空系统 包括爱国者呀 所以呢 俄罗斯想要打击乌克兰境内的重点的军事目标 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俄罗斯的炮弹导弹 才只能够袭击到一些民用设施 这两相一对比 你觉得这类的互不防御的 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的战争方式 到底谁占便宜呢 从这儿咱也能够大概的推理出来 为什么泽连斯基那么着急 甚至英国荷兰波兰芬兰 从乌克兰反攻开始到现在 都已经十几二十次的强烈的表态 甚至用绑架的方式 逼迫美方尽快解除乌克兰的远程武器限制 英国荷兰表态 我已经跟乌克兰说好了 没有任何的限制 荷兰那边也大概这个意思 我们已经同意乌克兰随意的使用 荷兰捐赠的武器和装备 你这种话说完了 还有好多媒体在那 乌克兰这拥有了武器 没用啊 只能在境内使用啊 那些武器和装备里都有美国的配件啊 美国不允许不批准不授权 乌克兰就不能用 你看看相对而言呢 俄罗斯方面就没有这个限制 随便用随便打 是吧 想用啥武器就用啥武器 包括前几天俄罗斯国防部 说已经发现并确定了 乌克兰就是使用了F-16战斗机袭击的莫斯科 同时又指控乌克兰部队 在俄罗斯的领土上使用了400多次的生化武器 老王还给大伙分析 啥意思 第一是甩锅 不是俄罗斯的S-400防空导弹 但不行是乌克兰不讲武德 使用了违禁的武器 F-16都上场了 是吧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在给俄罗斯使用超规格超限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找理由 找借口 乌克兰先不讲武德的 使用了F-16 还使用了生化武器 那我这用点急速炸弹 用点战略级的炸弹 是不是就没毛病了 因为你现在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投放的军事装备力量而言 想要在短期之内达成一定的战略目标 几乎是不可能的 就算现在最焦灼的红军村纽约镇 也是一个拉锯战的状态 今天你打过来 明天我打回去 白天你打回来 晚上我就再反攻回来 是吧 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多久 谁也无法确定 所以双方都在考虑下一步 乌克兰考虑的下一步 现在就是小型的导弹也好 小型的无人机也好 只能起到一个袭扰的作用 达不到一个战略级或者决定性的作用 想要在俄罗斯本土达到这个目的 就只能或者必须使用战略级的武器 远程的制导导弹和F-16这样的 这个层级的战斗机 这就是乌克兰的总统 泽连斯基天天在那喊话的原因 所以老王才会推测 现在的俄罗斯 如果想在乌克兰的战场上 得到一个战略级的胜利 决定性的胜利 唯一的可能 就是使用一些限制级的武器 咱不说他核弹如何如何 就说极数炸弹 这玩意儿乌克兰也是受不了的 所以这个也是老王吐槽 美国方面不能再拖了 我看着这帮人一拖 真是哎呀替乌克兰着急 只能这么说了 就是替乌克兰着急 你们就偷着乐吧 你们就偷着 偷着 偷着乐吧 就这么说了 有点接获得 哦 哦 就